吃饭 你谁啊 江石七 你是不是把我的文件带回家了 老板 我现在马上给您送过去啊 马上到 赵老板 周六还打工作电话 挂出去 账币 哎 老板 你刚刚说 要账币吗 没有啊 听错了 你提次了 江石七 我忍不了了 哎哎哎 别动手啊 大树出院大爷做老板 我实在是忍不了 你家里怎么能这么乱 哎哎哎哎 你给我让开 哎呦老板 你要不去干家政 我觉得吧 就这个行业的损失啊 我有洁癖 下次家不许这么乱了啊 啊 那你每周来一次呗 江石七 你这种档次的女人 是怎么进得了公司啊 上班不化全装 不穿高跟鞋 连个头发都不说 严重影响公司形象 罚款200 你一天到晚穿的 跟那儿都比较上班的妖精似的 等吗 你不影响公司形象吗 你 吵什么呢 老板 我们公司来来往往都是客户 这江石七捧头够面 影响公司形象 罚款200 大罢不见 老板 那你把我书床码 放在床头柜第二个柜子 公司穿衣自由 不许罚款啊 上 切开 总裁知道江石七家的梳子在呢 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啊 江石七 竟敢抢在我前面勾引总裁 江石七啊 今晚集团线上新品发布会 由你主持 又给我挖什么坑呢 来我听听 发布会至少三万人在先观看 据我所知 你不会化妆吧 到时候被网友结了丑徒 丢眼丢到全网啊 我看你还有脸上班吗 江石七跟我过来 带你去化妆 带你去化妆 我找到尼人家的风格 我找到尼人家的风格 老板 我看你了 你去化妆 有了 你去化妆 我带我去化妆 总裁 夫人的妆容 你还喜欢吗 我不是 我死人了 你真漂亮 今天晚上肯定没问题 但是老板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有洁癖 我第一次遇到像你家这么乱的地方 打扫完我感觉到特别的紧张 这边是给你的回报吧 我还有工作 先走了 说我自作多情 原来老板不喜欢他呀 是姜石七想利用老板的洁癖上位啊 这是姜石七家的钥匙啊 看我让你身败名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这一次新品发布会的主持人姜石七 姜石七总裁让你放PPT 好 这里呀是鲁池人姜石七的家啊 这怎么这么多不同吃马的男士内裤呀 拿到这个姜石七是不同的男人 你怎么会真让人恶心啊 裤子是你放的 是你陷害我 触犯公司底线 你被开除了 对 他触犯公司底线 应该被开除 我说的是你 你私闯他人民宅 暴露他人隐私 监控都拍下来 你等着进局 总裁 你帮姜石七做家务 他背着你再提他男人回来 你这都能忍啊 我相信石七 而且就算是真的 石七那么严秀 有人喜欢你正常 只怪我怕吓到你 一直没跟你表白 当一个总裁 想方设法地去你家做家务 不是因为他有洁癖 而是 因为喜欢